不管是返校还是出游 安全都是第一的 今晚间的桃园机场发生了游览车追撞车祸 造成了10名日本籍旅客受伤 车航局出动6辆救护车将受伤旅客录制送医 画面当中这辆游览车挡风玻璃纯碎 车内物品散落一地 这些日本旅客刚下飞机准备要搭车去吃晚餐 没有想到司机疑似没有注意到路况 不慎追撞前方停红灯的游览车 也导致车上多人受伤 还好的伤势都不严重 不过仍然有10名旅客被送到医院治疗